人与人相处都会彼此影响 你跟好的人在一起 你会学做好人 跟不好的人在一起 你很容易就学坏 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心意 是要我们越来越像 祂的爱子耶稣基督 所以在创世纪 神造我们的时候 祂说让我们造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所以我们就是要来学习 如何能够像耶稣基督 老张常常跟他的太太吵架 常常吵个不休 他觉得别的女孩子都很可爱 为什么自己的太太越来越不可爱 就来到神的面前 向神说 神啊 为什么别的女孩子 都是那么地美丽 那么地可爱 我的太太却是凶巴巴的 老张常无理取闹 又很容易生气 老张就回答老张说 别的女孩子是按照我的形象造的 你的太太是你的杰作 是你一手造成的 高中排名人说你是神的杰作 所以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 因此我们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特别是当我们看见Shakana Glory建坛的工程 一步一步迈向王宫的时候 那我们真正要预备好我们自己 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圣灵的殿 那个是看得见Shakana Glory圣殿 但是有一个更重要 看不见就是我们自己身体 圣灵的宝殿 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 那你说我们如何预备好我们自己 来迎接神Shakana Glory 荣耀的降临呢 我们都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 其实我们每个人 在我们里面都有神的形象 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 能够活出祂的荣美来 因此我们要学习 如何我们可以越来越像 我们的耶稣基督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第三章十八节 很清楚告诉我们说 他说我们众人既然铲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在旧约圣经里面 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 因为有神的荣光照着祂 所以祂必须用派子盖住祂的脸 所以旧约他们不能够直接 用他们的眼光来看神的荣光 但是在新约的时候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我们好像铲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就是这个意思 祂好像从什么 从镜子里面反照 就变成什么 主的形状 主的形状 形状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形象 神照着我们的形象所造 变成主的形象 荣上加荣 有的荣耀 还要加上荣耀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换句话说 神的心意要我们越来越像什么 越像主耶稣基督 阿们 告诉朋友说 我们要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 为什么我们需要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呢 当你不像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越像什么 越像世界 越像你身边左右的人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产生影响 你能够有吸引力 乃是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当一个人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 因此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生命 我们最高的目标 不是让我们得到更多的恩赐 更多的恩膏 或者更多的信心 乃是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阿们 当你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的生命就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 因此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也是我们生命追求成长最高最高的一个目标 是来向我们的耶稣基督 那你说我们向耶稣基督是什么呢 其实在路加一生描述耶稣基督的时候 从他的童年到他青少年期的时候 但他还没有进入到公开服事的时候 路加一生就用了一句话来形容耶稣基督整个成长的过程 就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二节 这里说耶稣的智慧和声量 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非常重要 可以说是路加一生对耶稣基督成长的过程下的一个结语 这里结语是告诉我们说耶稣的智慧和声量 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这里基本上说耶稣基督是像我们正常人一样 他真的是在生活在当时的世代 但是他的成长跟我们没有什么两样 当然这里提到两大部分我们非常非常要关注的 首先耶稣基督的智慧和声量 智慧当然是待人处世 有智慧 声量讲到他的身体的成长 继续的成长 所以有些解经教授讲到他的成熟 换讲说耶稣基督有成熟 耶稣基督有智慧 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什么 也是成熟的人 阿们 所以一方面耶稣是有智慧有成熟 另一方面爱神爱他 还有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换句话说他的属灵生命和他的人际生活都一同地成长 因此当我们要享受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时候 首先学习成为一个有智慧和成熟的人 阿们 告诉牌明说要成为有智慧和成熟的人 要成为有智慧和成熟的人 一个成熟的人肯定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一个有智慧的人 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成熟的人 在各种的情况底下 他懂得如何处理 不但是处理问题 也能够把问题化为祝福别人的一个管道 所以我们说那时候耶稣基督当然他是神的儿子 当然他这个智慧跟成熟度 跟神和人一起增长 不不 耶稣就来到世上的时候 神很清楚告诉我们 祂是道成了肉身 这位有荣耀的神能够进到人的空间里面 祂必须舍去的一些东西 我们从这个菲利比书第二章第七集 我们来看看 菲利比书第二章第七集的说什么呢 他说反倒须己 除了奴仆 除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什么 人的样式 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像我们一样 祂也会疲倦 祂也需要睡觉 祂也需要吃 也需要喝 祂甚至会哭流眼泪 所以我们学习耶稣基督一样 但是祂蛮有智慧 祂成熟 所以这次我们要成为一个成熟有智慧的人 阿们告诉法名说 你要成为成熟有智慧的人 第二方面 怎样来学习像耶稣呢 成为神和人都喜爱的人 成为神和人都喜爱的人 其实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什么叫做神喜爱呢 就是你的属灵生命非常的好 你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人喜爱呢 你人际关系也非常的美好 你的EQ特别好 人见人爱 因为你懂得怎样与人相处 因为你有智慧 你也成熟 其实这个非常的重要 当我们有这样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才会吸引人来认识耶稣 你看看初期教会 他们是怎么成长的 当然一方面他们有使徒 在他们当中行神迹奇事 更重要的是每一位弟兄姐妹 在他们身上都有一个特征 什么特征呢 就是神和人喜爱他的心 我们来看看 《蜀徒行传》第二章47节 这里说诈美神 讲到他们跟神的关系 他们懂得诈美神 然后得众民的喜爱 结果是什么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当你得神又得人的喜爱的时候 很自然的 你的生命就有一种的吸引力 像磁铁一样 别人都想认识你所认识的神 因此这里说 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其他弟兄姐妹 这是何等的宝贵 这是为什么 当我们一方面看见 在建坛的时候 同时间我们要预备好 我们自己这个圣灵的殿 让我们能够成为神和人 都喜爱的人 成为有智慧 而且成为成熟的人 阿们 今天跟大家来思想 我们怎样能够学习 像耶稣基督一样有智慧 我们告诉我们说 你要学习耶稣的智慧 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智慧 感谢赞美主神 透过马太马可路加 约翰四福音书里面 看见耶稣基督 祂走遍各城各乡 传讲天国的道理 医病港贵 祂带人处事 做了许多许多美好的事情 我们从中可以看见 耶稣基督真的是充满了智慧 各样的智慧 所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讲两方面的智慧 第一个智慧 乃是胜过各种试探的智慧 第二个智慧 乃是化为基为祝福的智慧 我们先来看看耶稣基督 如何有那胜过各种试探的智慧 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 我们肯定常常 如果不是每天的话 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试探 耶稣也不例外 所以这件很清楚告诉我们说 当耶稣接受了 试洗约翰的洗礼以后 就被带到宽业里面去 四十天禁食以后 做什么呢 他就受魔鬼撒旦的试探 一共有三方面的试探 首先第一个试探 是什么呢 乃是滥用权力 权柄的试探 滥用权柄的试探 我们来看看在马太福音 记载的第四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这里说当时耶稣被圣灵 引到旷野受谁的试探 魔鬼的试探 因为雅各书告诉我们 神从来不试探人 乃是魔鬼试探人 他禁食四十昼夜 后来就怎么饿了 有谁禁食过四十昼夜 不是开玩笑 我禁食三天 已经饿得不得了 你禁食四十昼夜 后来还真的是饿了 然后第三节说什么呢 那试探人 就是魔鬼撒旦 进前来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些石头 变成食物 魔鬼撒旦知道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但是在这里 故意来挑战他 故意来刺激他 故意来让他怀疑 你如果真的是神的儿子的话 那你可以使用你的权柄 让石头变为食物 你不是很饿吗 自然的每次东西 你肯定是很饿了 那你可以使用神给你的权柄 让这个石头变为食物 这叫什么 滥用权柄 来满足你自己肉体的需要 你们遇过这样的试探吗 有 特别是你坐的位置越高 你的权柄越大的时候 你就有将那个试探 滥用你的权柄 来满足你个人的需要 甚至得到个人的利益 这是第一个耶稣所面对的试探 第二个试探是什么呢 错用神话语的试探 什么叫做错用神话语的试探呢 断章取义 乱乱来应用神的话语 魔鬼撒旦不是等贤人士 他也懂得神的话语 圣经说魔鬼撒旦他认识神 但是他也战兢害怕神 所以第二个试探是什么试探呢 乃是错用神话语的试探 记者看下去第五章第六节 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五章第六节 魔鬼就带他进入了圣城 就是耶路撒冷 叫他站在殿顶上 最高的顶上 然后对他说什么呢 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又来了 可以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者说 魔鬼懂得引经据典 经上记者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用手托住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魔鬼撒旦也懂得圣经的话语 这句话是从诗篇九十一篇 第十一节第十二节里面 引用出来的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的话 神一定会保护你 你就跳下去 你的脚肯定不会砸在石头上 那个垫顶是非常非常地高 爬到那么高的地方 跳到你不是粉身碎骨 就是肠肺的 怎么样的一个试探 临到他的面前 但是耶稣基督知道说 其实这节圣经 取自四篇九十一篇 四篇九十一篇的上下文 很清楚告诉我们说 耶和华帮助那些信靠他的人 四篇九十一篇说 当我们来信靠耶和华 成为我们的山寨 我们避难所的时候 神会保护我们 就算我们跌下来 神会用他的石子 托住我们的脚 碰不到石头 但是魔鬼撒旦却在这里来 你竟然是神的儿子 试试看吧 你跳下去 神肯定会帮助你 因为你是神的儿子 所以就以此来试探神 错用了神的话语 来试探神 接下来第三个试探 什么试探呢 第三个试探是什么 我们最害怕的一个试探 是越来越厉害的试探 是不付代价 就成功的试探 这个试探可厉害 走捷径 走后门 抄小路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试探 什么试探 我们来看看 在马太会 第四试探第八节 第九节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 最高的山 将世上的万国 和万国的荣华 都赐给他看 哇 你看看 你最终的目的 你来到世上的使命 不是要使万民 都做你的门徒吗 对他说 你若扶扶 拜我一下 我就把这一切 都赐给你了 哇 多么容易 何必辛辛苦苦被人出卖 还要被审判 还要上十字架 太麻烦了 你才能够做 就向我福福拜一下 这一切东西都赐给你了 这叫什么 不付代价 就想要成功的 这样一个试探 这个试探 诱惑大不大 真的很大 特别是十字架 不是好受的 特别是你要经过 很多的锻炼 很多的试验 你才能够 助人投地 才能够有所成功 现在你可以走捷径 可以走后门 可以抄小路 为何不做呢 所以这样的试探 临到耶稣基督的时候 耶稣怎么来应对 如果是你的话 你怎么应对 滥用全民的试探 抽用神坏的试探 或者是不付代价 就成功的试探 你会怎么来应付呢 我们来看看 耶稣基督 他真是满有智慧 来应对魔鬼 给他厉害的试探 首先 他清楚知道 自己的身份 告诉朋友说 你要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 请问你知道你是谁吗 你说我是真牧师 我不是说你的工作 你是谁你知道吗 耶稣基督非常清楚 知道他自己的身份 因为魔鬼撒旦 他来诱惑 耶稣基督的试探里面 两次都提到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他一知道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就挑战他们 你若是神的儿子 恐怕耶稣基督不清楚 知道是神的儿子 他就怎么样 如果你不清楚知道 你是神的儿子 的话 你就怎么样 你会来辩驳 你会想证明 这是一个激将之法 但是耶稣基督却没有上当 他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 他怎么知道呢 记得吗 当他受洗的时候 在受世袭遇汉洗礼的时候 当他正在祷告的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看看 在路加福音音三章二十二节 这里说圣灵就降临 在他的身上形状 仿佛鸽子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什么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乃是天开了 有天父从天上 圣经对他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请问在这个之前 耶稣基督做了什么 什么都没做 还没有出来传道 还没有受试探 天父已经跟他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耶稣基督还没有讲过一篇 任何天国的道理 也没有说行神 即医病赶鬼 也没有说 施行很多很多的善事之前 天父已经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耶稣基督知道 天父是何能的爱他 当你知道你的身份的时候 就给你什么安全感 你知道 我是神的儿子 是蒙天父所爱的 神喜悦我 我不必做任何的事情 能够迎娶神的爱 因为神本来就爱我 还没有服侍之前 还没有出来公开传道之前 天父已经爱我了 我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 来证明 我是神的儿子 所以魔鬼这一招 对耶稣基督来说 根本不管用 因为耶稣基督清楚知道 他是神的儿子 他有绝对的安全感 那你清楚知道 你是神的儿子的时候 怎么带给你什么 带给你信心 带给你信心 我既然是神的儿子 神必会帮助我 我就不再用什么 用我自己的方法 我就不再用人的方法 我就不再用世界的方法 世界的智慧 来面对你 同样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你是 永生神的儿女吗 你知道你是天父的儿女吗 你是与众不同的 你是天国的丸子跟公主 因此你不再用你自己的方法 不再用世界的方法 来处理你所面对的问题 甚至你面对的挑战 甚至你面对的试探 因为你是天父的儿女 你要用属天的智慧 要用神的方法 来处理你生活中 面对的每一个问题 甚至你面对的挑战 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祂不需要回答魔鬼这个问题 祂也不需要来证明给魔鬼看 这是耶稣基督第二招 非常非常厉害的 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 是我们熟练的应用神的话 耶稣基督大好成肉身 在世上受了魔鬼各种的试探的时候 祂没有用世上人的智慧 祂没有用祂自己的话语 祂每一次都是用什么 用神的话语 怎么知道呢 你看看一下 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 当他面对滥用权柄的 这样的试探的时候 他说什么 耶稣却回答说 经上记作说 什么叫经上记作说 耶稣是非常熟悉圣经的 路加福音告诉我们 他十二岁的时候 就在圣地里面 跟这些教师们一起来辩论 他说经上记作说 乃是记载在 《生命纪》第八章第三节里面 所说的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 所出的一切话 哇 经上记作说 不是我说的 我是神的儿子 我就引用天父的话 告诉你 告诉你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我不会使用我的权柄 来满足我自己个人 自私的需要 第二次 错用神话语的试探的时候 魔鬼断暂取义 耶稣基督纠正他 告诉他 什么呢 我们看看第四章第七节 在马太福音 耶稣对他说 经上又记作说 又是经上 第二次耶稣圣过魔鬼 什么经上记作说 让他记载在 生命纪第十六章 第十六节 经上记作说 不可试探 主你的神 不要像以色列百姓 在旷野里面 多次的试探神 他说 我绝对不能试探 主你的神 你也不能够试探 主你的神 第二次 经上记作说 一针见血的 告诉魔鬼说 你错了 不能够试探 主你的神 因为神的话语 如此说 第三次 面对这个 不必付代价 就成功的 这样的一个试探的时候 耶稣基督一样 用神的话语 来应对魔鬼 撒旦的试探 马太福音第四章 第十节 耶稣说 撒旦退去吧 这时候耶稣基督 斥责撒旦 你退去吧 因为经上记作说什么 又是说经上记作说 圣明记第十六章 第十三节 经上记作说 当拜主你的神 当当要怎么样 侍奉祂 我们在地上 我们人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要来敬拜我们的主 当当地来侍奉祂 除了我以外 你不能够有别的神 不能够向任何的偶像 任何人 手所造的东西来跪拜 我怎么能够向你来跪拜呢 所以当拜主你的神 当要侍奉祂 魔鬼撒旦就无计可施 圣经说 魔鬼就暂时离开了耶稣 耶稣三次 三次都是用圣经的坏 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 生命记第十六章第十六节 生命记第十六章十三节 击退魔鬼撒旦的试堂 这是为什么从上个月就开始鼓励大家 为什么要花圣经读神的坏 你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吗 你要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智慧吗 就要来读神的话语 因为神的话语就是能力 神的话语就是灵 神的话语句句 但有能力 没有一句是突然返回的 因此为什么要熟读圣经 为什么要奏业思想神的话语 好叫你一切所行的 竞斗顺利凡事亨通 为什么有福的人 是因为爱慕神的话语 是要奏业思想神的话语 要像一棵树 栽在溪水旁 按收结果子 也只不哭干 放在手中的竞斗顺利 这非常地重要 我们需要来熟记神的话语 熟练神的话语 训练的通达 当魔鬼撒旦来的时候 你不再用你自己的智慧 更不要用你过去的经验 就拿出属灵的宝剑 你就一剑 就把魔鬼击退了 耶稣基督没有多说话 三次受这么极大的试探 他三次都是引用神的话语 击败魔鬼撒旦的试探 所以鼓励这种姐妹 真的是要预备好我们自己 迎接 Shakana Glory 荣耀的殿的时候 我们要好好地来 在神的话语上 一定要下功夫 一定要熟读神的话语 一定要熟练神的话语 一定要遵行神的话语 好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胜过各种各样的试探 阿们 第二个我们要学习 耶稣基督的智慧 是化危机为祝福的智慧 告诉我们 要化危机为祝福 我们都知道 如何化危机为转机 如何化危机为契机 更重要的是 我们学习耶稣基督 如何化危机为祝福的一个智慧 耶稣基督在世上 因为祂的天国的道理 因为祂所做的事情 当时的文士 法利撒人 有权势 有地位的人 不一样 因此引起他们的嫉妒 引起他们的记恨 他们屡次 想要来把耶稣基督除掉 所以你可以想象 耶稣基督在世上 三年半公开服事的时候 遇到多么多的攻击 多么多的试探 多么多的人想要告祂 所以今天我们就举这个例子 看看耶稣基督如何 在祂生命当中 遇到几乎是危机的时候 祂如何处理这个危机 把这个危机化为 祝福别人的一个管道 圣灵记载在 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 有一天 耶稣基督清朝到圣殿 圣殿里面去 圣灵里面要教训人 因为耶稣基督也是拉比 也是当时被尊称为 老师的一个人 所以他在圣殿里面 就教导当时的这些信徒们 但在教导信徒们的时候 就引起这些祭司跟法利撒人 对他的什么 对他的嫉妒 对他的愤恨 因此他们就给耶稣基督一个 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挑战 所以当时耶稣基督可能是在讲 摩西律法的话语的教导 所以他们给耶稣基督什么的挑战 这个挑战是非常非常严厉的挑战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办法胜过这个挑战的话 肯定会影响他以后的服事 跟以后的工作 到底什么的挑战 什么的危机 我们来看看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节 这里说 文士和法利撒人 这是知书达理 懂得圣经话语 而且能够把摩西五经 背得滚瓜烂熟的文士法利撒人 带着一个行银时被拿的妇人来 人证物证摆在他们当中 叫他站在当中 请你记得 这个不是在市场 这是在圣殿里面 当耶稣在这里教导众人的时候 文士跟法利撒人 拿到了一个行银时被抓拿的妇人 把她放在当中 就对耶稣说 夫子啊 这妇人正是行银时被拿的 为什么这么严重呢 你看看第五节 摩西在律法上 所以我刚才说 可能耶稣在教导摩西五经 所以摩西在律法上 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 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 哇 这句话真的是 从字面上来说会难倒耶稣 因为根据摩西的律法 在旧的圣经里面提到 只有两种罪 是可用石头活活打死的 一个就是亵渎神的罪 另外一个罪是什么 奸淫的罪 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妇人 人证物证犯的精英 被抓住了 抓住正着犯在圣殿里面 所以耶稣面对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 你就按照众人的要求 用石头打死她 那结果是什么 耶稣基督你没有爱心 没有怜悯 神不是爱世人吗 怎么能够把一个妇女活活地打死呢 这个行不通啊 第二个选择 不能用石头打死这个妇人 那耶稣你还是拉比 犹太人的老师 摩西的律法是神的律法 当你违背了摩西的律法的话 你根本不配再做我们的老师了 所以耶稣在这种两难之间 真的是没有办法 按照人的智慧是没有办法应对的 你要用石头打死她吗 没有怜悯爱心 不用石头打死她吗 有违背的律法 到底怎么办呢 你会怎么做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做 很明显的这些法利赛人 人士就要自耶稣基督于死地 让他好像完全没有退路 比他的墙角一样 耶稣就做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 《卫汉福音》第五章 我们看第六节到第八节 他们说这话 哪要什么 试探耶稣 要得着什么 告他的把柄 耶稣却万作要在地上写字 当然有些人说写字 写中国字 但在地上可能会有两个目的 一个呢 就让他当时可以安静下来 同时间呢 我想他 在一面画字的时候 一面心动里面 一面祷告天父 主啊 我应该怎么应对这样的问题 一面画一面画一面画 地上 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 不要急于回答 当你还没有想到 正确的应对方式的时候 请你不要急于回答 如果可以的话 学习耶稣万下要来 在地上画字 不行了 给你自己一点的时间 耶稣在这里 我想要是祷告天上的父 祷告天上的父 当然一面祷告 他还知道 原来这是什么 仇敌来攻击他的一个试探 所以首先我们要处理危机 第一我们必须要怎么样 明白危机的原因 还有明白危机的这样的由来 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做什么 我们看看 我们继续看约翰文第八章 看第七节 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 耶稣就直起腰来 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掀拿石头打他 这一招太厉害了 于是又万做腰 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这里说第二次 耶稣基督弯着腰 再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这时候是给他们时间 刚才你给了我时间 思想跟祷告 现在我给你时间 去思想一下 耶稣在这里做什么呢 耶稣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耶稣完全遵行了摩西的律法 行营 这一招的妇人 是该用石头打死 对 然后她真的是可以用石头打死 所以耶稣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请你先拿第一块石头 打这个妇人 耶稣弯腰给他们时间想一想 给他们时间想一想 看来弟兄姐妹 他们面对危机或者挑战的时候 我们第一点有什么 要明白危机的由来跟目的 这个危机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危机的目的 他们是要来试探耶稣 要祷告耶稣基督的把柄 因为他们就是要 置耶稣基督于死地 你犯了神的律法 你不配再做我们的老师 你会赶出圣殿 不再有人会听从你的教导 他在这里进退两难的时候 神就给他这样的一个智慧 让他说出这样的一个奇妙的话语 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 约翰文明第八章 第八章我们继续看 第九到第十一节 他们听见这话从老到少 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 只剩下耶稣一人 还有那妇人 仍然站在当中 耶稣基督记得吗 还在地上画字 就看到什么 陆陆续有老人家走了 老人家肯定是有自知之明 刚才还没有出来 之前刚刚跟老婆吵架 在路上碰到一只野狗 又踢着他一下 肯定是有罪的 赶快离开了 你听小伙子 我有什么罪 后来想 哎呀 糟糕 这晚上不听妈妈的话 没有找到睡觉 结果从老到少 一个一个地离开 那个妇人还在中间 然后第十节说什么 耶稣就直起要来 对他说 妇人 那些人在哪里呢 那些要定你罪的人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没有人定你的罪 耶稣这里完全没有否定 这个行因妇人所犯的罪 没有人定你 你是犯罪 你是该死的 那耶稣基督十一节说了什么呢 就是祝福的话 那个妇人说 主啊 没有 耶稣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在这里是唯一能够定他罪的一个人 耶稣是唯一能够试头打死他的这个人 因为众人都没有资格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神的荣耀 只有神的儿子 人子 耶稣基督没有犯过罪 所以他说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在这里做什么 耶稣乃是在这里应用 他来到世上 要教导我们应用属灵的原则 来处理面对的危机跟挑战 什么原则呢 先真理 还是先恩典呢 乃是先恩典后真理的原则 所以我们要学习像耶稣基督一样 学习先恩典后真理 什么叫先恩典后真理呢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 约翰福音帝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 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的有恩典 然后有真理 耶稣基督是先有恩典才有真理 你看他如何对这个行使的妇人 先行事情恩典呢 给他一条深路 众人都没有定你的罪吗 我也不定你的罪 这是什么恩典呢 不应该得到的 他得到了 得到耶稣基督的赦免 这是什么恩典 然后才给他什么真理 从此以后你不要再犯罪了 你从此以后要重新做人 本来是一个危机 要来控告耶稣基督的把柄 但是耶稣却把这个危机 化为祝福这个妇人的一个管道 你可以想象这个妇人 从死里逃生一般 得到了第二次的机会 让他能够重新做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是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智慧 用圣经的坏 用属灵的原则 来处理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和问题 不要先用我们自己的智慧 我们过去的经验 哪怕我们的经验有多少 哪怕我们修了多少个学位 但是我们的知识 我们的经验都是有限 就来到这位智慧的源头神面前 他才会给我们真正的智慧 按照他的话语 按照圣灵的原则 我们来处理每一个危机 每一个困难的时候 你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你的危机会成为 祝福别人的管道 阿们 那最后我们怎样 更像我们耶稣基督呢 我们既然知道耶稣基督 有这么多的知识 我们怎样 我们如何能够更像耶稣基督呢 你先猜猜 你怎么能够更像耶稣基督 耶稣已经不在这个地上了 你怎么要做什么 我们要找一些像耶稣基督的人 做我们的导师 要找一个像耶稣的导师 告诉他们 要找一个像耶稣的导师 为什么如此说呢 在正言书第13章20节 很清楚告诉我们 他说与智慧人同行的 必得智慧 与愚昧人作伴的怎么样 必受亏选 换句话说 敬诸者赤 敬末者黑 你要有智慧吗 跟那些很有智慧 成熟的人多在一起 你就怎么样 得着他一点的智慧 如果你不想得智慧 想做愚昧人的话 那你就没什么选择了 随便跟人在一起都好了 这很清楚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选择谁是我们的朋友 更重要的是 你要找一个像耶稣的人 作为你的导师 作为你的mentor 现在这个世代非常流行 讲这个mentor 导师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导师 你可以思想一下 在你的生命当中 有谁你所认识的 是真的是比较像耶稣 越来越像耶稣 真的是有智慧 又成熟 然后神和人喜爱 他自己都一起的增长 你要请求这个人 请他是否愿意 做你的导师 做你的mentor 然后你就定期的 跟他乐谈 好让他的生命 能够影响你的生命 好让他学习 耶稣基督的榜样 能够分享在你的生命当中 如果你说 还这么说 找不到这样的一个人 盼望你自己 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我一个建议 找不到这样的人的话 最像耶稣的是谁 耶稣本身 那你说耶稣不在了 那怎么办 耶稣留下什么 四福音 马太 马可 路加 约翰 四福音书 从不同的角度 看耶稣基督所讲的 然后耶稣基督所做的 你再一次来看 四福音书的时候 专注来看耶稣基督 到底耶稣基督 说了什么话 到底耶稣基督 做了什么事情 到底耶稣基督 如何处理危机 如何处理事件 如何处理问题 你可以从耶稣基督的身上 他所讲的 他所行的 他可以成为你属灵的导师 所以为什么我鼓励大家 每年至少 你要把四福音书 好好地看一遍 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是基督徒 你不像基督 不学基督的话 你怎么像基督呢 难怪别人说 你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当你学习像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要来认识耶稣基督 你才会有 耶稣基督的样子 在你身上 好好地读圣经 如果还不知道从哪里读起的话 先从马可马太 然后路加约翰再读 好好地思想耶稣基督 然后第二 你要专注于 只有一件事 我真的是感谢赞美 去年到如今 我不知道神一直把 只有一件事放在我的心中 因为我们生活在 非常忙碌的西谷 又在非常忙碌的西谷 生命和灵良堂 如果你真的是不小心的话 就很容易就放了马大手 犯了错 为许多的事 思虑烦扰 但是耶稣基督在 路加约翰第十章四十二节 说什么 不可少有的 只有多少件 只有一件 玛利亚已经选择了 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夺去的 路加约翰第十章四十二节 专注于只有一件事 记得吗 当你把这件事做对 做好的时候 其他的事都不再需要了 或者其他的事 都会随到其成 这是为什么我们在 Shakana Glory还没有见 完毕之前 求神帮助我们 好好预备 我们这个圣灵的殿 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充满智慧 成熟 神 爱和人喜爱 你的心都一起增长 如此你的生命 肯定会成为祝福 我们才能够承接 神在心堂要带来的 Shakana Glory的荣耀 使万国万民都得福 使万国万民都能够来敬拜 赞美我们的神 最终目的地永远不是为我们 而是为了神的荣耀 透过我们 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缘故 能够流到万国万般去 Amen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爸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是我们的神 你是我们的主 主啊 我们就是要来学习更像你 帮助我们 渴慕你 爱慕你 每一点的生活当中 主啊 我们真的是愿意来亲近你 常常坐在你的脚前 听你的话 让我们的生命 越来越像 主你自己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多多地专注于你 多多地专注于你 好让你 诚行在我们里面 谢谢我们的主 充满我们 用你的灵充满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一面唱的时候 就求神的灵 再次来充满你 让你心中渴慕祂 爱耶稣 你就愿意来学习像耶稣 我的心 可有你 我的灵 可慕祢 我全人 献给你 一全心 赞美你 举顺 受敬拜你 神神说 我爱你 我的神 我的灵 我的灵 我渴望 清醒你 我的心 我的心 唯有你 我的灵 可慕祢 我全人 献给你 一全心 赞美你 与传手 敬拜你 神神 神说 我爱你 我的神 我的主 我渴望 充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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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管我 使我灵 得满力 充满我 接近我 更新我 充满我 充满我 自忍我 让你爱来 味道我 我一生 我一世 属于你 那么一起开口来祷告 说主啊 我今天渴慕祢 为你更多地向你 2018年 要比去年更加像主耶稣基督 主啊 你帮助我 那么渴慕祢 更多来清静你 学习你的智慧 学习你的榜样 我们开口为你自己来祷告 说主啊 我愿意向你 我愿意更多地向你 主啊 像你一样有智慧 像你一样成熟 像你一样得神的喜爱 像你一样得人的喜爱 主啊 帮助我 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 主啊 我们要脱离我们过去的 我让我们完全来向你 像耶稣基督一样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充满我 教管我 使我灵的满力 充满我 接近我 更新我 充满我 滋润我 让你爱来围绕我 我一生 我一世 属于你 我一生 我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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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你 是的主 我们一生一世都是属于你的 就要帮助我们 心中只有一个愿望 越来越像主耶稣 哈利路亚 完全脱离我们过去的旧我 不再受世界的影响 不再受世人的影响 单单来渴慕亲近你 让我们的生命 越来越像主你自己 有主你的容美 有主你的智慧 有主你的成熟 有主你那神爱和人喜爱你的心 主要帮助我们弟兄姐妹 让我们为了要预备 主你将来 在我们当中要显于更大的荣耀的时候 让我们这个属灵的殿 每一个人的生命 在你面前 渐渐的 满有耶稣基督的形象 成形在我们里面 不再是我们 乃是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谢谢我们的主 这首当愿我主耶稣基督人会 天父上帝的慈爱 是你的交通与感动 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阿们 想永远归给我们的生 看到旁边的人说 要越来越像耶稣 要越来越像耶稣 你会发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